我们来看一下 数字反转判断 当然顾名思义 数字把它反 还好它只有这样 它其实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说输入一个正整数或0 所以也有可能是0 如果是0的话,你要判断进来 首先的话,至少两种方法 如果跟之前98765加总那个 类似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第一个 把它一个字一个字抓出来之后 再反转输出 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 你也可以什么呢 把它用先余数 余数的话余一定是最右边 然后再把它除除10 就把最后那个字 把它delete掉 然后再换下一个 直到没有维持 就变0了 如果是0的话 那就跳离回圈 OK 当然了 不过以实际上撰写的经验 刚刚才有个问 当然哪个方法简单 你用哪一个 不见得说你两个都要会 因为考试其实就会 而且有时候你写程式 不见得说你每一种逻辑 你都要样样精通 其实我觉得呢 最后呢 大方还是以你熟悉的写法为优先 OK 只是说你在学习阶段 尽量每一种写法都要涉猎一下 OK 你再去从中去选择一种你觉得比较习惯的写法 但你不要只能只会一种 而且你会发现 一个问题不同的作者写 结果居然都完完全不一样 可能至少10种以上的解法都有可能 为什么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这本来就 因为每个人的思考逻辑方向不一样 习惯的写法不一样 写出来结果一定也会不一样 OK 但是会有一样的部分 就是说他可能反正一定会运用什么 变数 回圈逻辑 做出你要的结果 所以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 比如说以31283这个 如果我今天输入之后的话 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结果就翻转过来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写法 把它执行一下 OK 第一种写法的话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31283 那当然我们可以先取这个 然后再取这个 再取这个 再取这个 有没有 一直往前对 把它翻过来 然后再print出来 Enter 对不对 类似长这样 所以程式该乎会撰写 我先提供第一种解法 就是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之前有讲过类似的 有没有 输入的时候 假如A 假设我们这个地方 A等于input 外面没有转型的话 那输入的话 比如说我输入31283的话 那记得 它一定就是什么 31283的文字 那再来的话我可以怎么样 接下来我可以先产生一个 先产生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就s好了 这个变数等于空的 那意思是说这个是我要串接完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技巧说 前面是累加 有没有 加一直加 那这里的话串接 什么叫串接 就是把它串 串完之后输出 也就是说我今天这个变数 将来是什么 先放什么 先放这个 再放这一个 再放这一个 往前推进 那我要怎么样颠倒 抓取 这个里面的所有资料 然后分别串接之后再输出 那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技巧 我一样deleted掉 OK for i 有没有 enrange 一样 它是有范围的 所以我用for i enrange 那如果我要反向 特别是反向输出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我要先输出哪一个 先输出这一个 再输出这一个 直到这个 所以这个是零 零一二三四 对不对 所以我要输出最后一个的话 最后一个 怎么知道最后一个是哪一个呢 其实一般习惯会用一个函数叫len len 刮糊之后的话呢 你把 把什么 把a放进去 意思就是说 里面有几个字 我输出五个 所以这边是五 意思就是说 我从 第五个字开始吗 第五 在这边有五吗 其实编号 零一二三四 所以这边的话不可能有五 所以记得怎么样 把它减一 意思就是说 从最后那一个编号开始 ok 逗点 到哪一个呢 零嘛 到零为止 所以这边应该多少 负一 有没有 零抓了 负一停下来 ok 逗点 越来越多还越少 不过越来越多不用 越来越少一定要 减多少 减一 应该跟他讲说 我要越来越少 ok 然后冒号 enter一下 再来的话做什么 累加 所以s 等于 跟这样 应该是串接 把它串在一起 s等于s自己本身 因为它预设是空的嘛 再加上哪一个 加上我要抓的这个 那怎么抓 A1有没有 记得中瓜糊 把它当一个类似串列一样 放到I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说 他第一次是4嘛 这个减一是4 所以说要3 3 然后 and空的 那表示说 开头 他第一次呢 就会先放3 那第二次的话就8 串嘛 就串在后面的意思 ok 串 这个就一个文字的串接 串串串 然后再这个2 再1 再3 那输出不就是这个结果 对 就刚好我们要的 最后的话呢 我就直接串完之后呢 我就直接 print s就好了 好 做完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反向抓取资料 再一直串串串串串 串完之后再把它输出 就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如果这样子 执行一下 然后把刚刚这个数字输入 enter 没错 当然呢这样来考试 他好像有一个需求就0 所以如果是0的话 会不会OK呢 是0 0转过来还是0 没问题 那底下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135790 135790 那会不会OK 资金 135790 6个数字 所以应该是097531 也没错 ok 所以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个地方 当然这地方 比较特殊的 就是1 我先见一个空的字串 2的话呢 我反向输出 反向的话 因为他这个编号是 假设这个假设六个字的话 那我就从 6-15嘛 5一直到0 表示他的编号 所以他的编号是012345 然后呢串完之后呢 再反向直接输出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方法一的解法 画面 管给各位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